快艇駛程在海面上 渔民赶快拍下这画面 因为眼前的是陆籍快艇 而且疑似才刚破坏完我国渔船的网剧 11号有澎湖的渔民反应 在七美西南海域六十海里处 靠近海峡中线的位置 有大陆籍快艇破坏网剧的状况 海巡署获报后赶到这海域 却没有发现任何船只 对方似乎早已逃之夭夭 虽然当下没有看到人跟船 但很许马上调整任务规划 在海域内加强驱离跟取缔 因为嚣张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 渔民损失惨重 大陆五月十六号开始是休渔期 碰上了澎湖吐托鱼小馆的季节 对岸渔船频频跨越中线 还透过渔具的卫星定位避碰装置 定位我国渔民放置的岩绳钓鱼具 盗取渔获 一公斤的土拖鱼价格大约三百块 加起来就有将近十万元的损失 辛苦捕捕的鱼货 却遇到像是海盗一样被掠夺 真的好苦 只希望商关单位能够加强查气 不让心血这样白白消失 TVB的新闻陈正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